这是什么车 赶在全球现在60台的 布加迪 10WP Sport面前这么嚣张 评论区有人说 这是阿斯德玛丁DB4 收藏价值预安超 后面这台布加迪 还说这台车如果拿出来拍卖 后面这台布加迪 根本不够看 咱先不否定他这个说法 先看阿斯德玛丁DB4的数据 双顶热图轮轴直辈6缸引擎 轴距2489毫米 长4496毫米 宽1676毫米 高1334毫米 请问视频里这台车符合条件吗 后面这台布加迪高度大概在1.2米左右 按照上面说的数据 DB4应该比手上高才对啊 所以哥哥们下结论之前 还是得谨慎一点 这根本就不是DB4 而是阿斯德玛丁跟Litokar Company 合作开发的DB5主任 一款只有DB5三分之二大的电动玩具车 没错真的是玩具车 但是注意啊 有但是 这台车甚至比某些真正的车都贵 最高配的007无价富 死板起售价更是高达9万英镑 折合人民币76.5万 当然换算没有任何意义 目的就是直管 即使我不换算 也会有人自己去搜 那我不如直接告诉你 那这台民进版的DB5 都有哪些功能呢 首先 这不仅仅是仿照DB5打造的 而是对真车扫描过后 按比例缩小3D打印出来的 大约有原车66%的体积 DB5中间是纯电驱动 而且还是后驱 悬挂也是按照原车调整打造的 甚至还请来了阿斯德玛丁的市售员 体验了一次缩小过后的DB5 注意啊 不是普通市售员 而是乐芒项目的市售员 试驾完的评价还不低 低配的DB5起售价 大概是3.9万英镑 最大马力只有6.8匹 提速30公里秒时 但从Vantage开始 速度就有不小的提升了 尤其是007无侠副4版 功能更是超乎你的想象 起售价9万英镑的 无侠副4版最高配 最大马力提升到了22匹 急速能达到72公里秒时 这时候孩子可就驾驭不了了 但做的副驾体验 还是没问题的 像007的枪 逃脱模式的烟雾 还有可调车板翻转工具控制板 都按比例缩小 急升到车上了 说到这儿 你是不是很冲重的 想买一台 不好意思 全球限量1059台 跟真正的DB5保持一致 不出意外的话 早就卖光了 所以轮子又给你剩钱了 我是急速车质 双击观众挂足 你想看什么车 回忆到车质 车质 回忆到车质 全球车质 回忐